fahrer 終於到了我的房間 等一下我超愛這個空間的 喔,有了 大家好我是Dogon and Tommy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現在我人在大阪車站 然後大家看這個後面 很少人对不对 为什么呢 是因为现在的时间是 凌晨12点的 那为什么我这个时间来到这边呢 是因为要去东京 然后呢要去东京的方法 我介绍过了 仙夜巴士 然后新幹線的Business Class嘛 终于可以拍这个仙夜列车的计划 那今天我要做的列车的名字叫 Sunrise 刚刚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通常我是往那边走的 就是回到天王寺的 然后我刚刚走的时候 就是往这边嘛 那大家都是全力一副跑 谢谢不要坐过那个 最后一半车子的感觉 那我是有点很优雅的 嗯 我还有点吃吗 很兴奋 终于可以买到这个票了 大概三个礼拜前我买的吧 那顺便在这边介绍 怎么购买这个票 其实这个买票 对日本人来说也非常复杂 我这一次是去天王寺的 緑窦口买的 我自己觉得你会日文的话 这个是最简单的方式 你跟柜台的人说 几月几号从哪里出发 目的地哪里 想要的房间类型 这样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在网络上订 可是这个系统 有用过的人一定会说 超不好用 而且这个没办法选外国语的 所以只能用日文操作 那这边要做的也是一样嘛 几月几号几点从哪里出发 目的地在哪里 然后要的房间类型是哪一个 就是全部都勾选之后呢 如果有位置的话就是可以选 可是像这样子没有位置的话 全部要重新打一次 这个过程真的很麻烦 而且这个Sunrise 真的非常有人气的 基本上要订一个月后的才会有位置 我是不太推荐在网络上订的 因为这个太麻烦了 如果你不会日文的话 可以用这个 这是我手写的memo 那只要把这个画面截图 然后给他们看的话 他们应该看得懂的 好就是从这个11号月台要出发的 太提早来了30分钟前 当然那个列室还没有到的 然后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个Sunrise的话呢 没有里面可以吃的东西 所以呢 我觉得先这个大阪车站 在便利商店什么的 就是买东西好了 想说买个铁路便当 可是已经关门了 只有Seven是我的朋友吗 今天 诶 等一下 骗人的吧 诶 怎么办呀 好险 这个时间的话呢 只有这个Seven有开的 就是从出站要出来一点 可是呢 他们说 哦 可以 不用看那个票 哎呀 厉害耶 23分です 我的便当好了没 现在回锅中 那我在这边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Sunrise 这个大阪到东京 现在唯一有的新台列车 就是只有这个Sunrise的 那基本上这个列区会有很多种的位置 超高级的 然后不是个人的包厢的 等等之类的 那这一次我选的就是呢 Sindai B Sunrise is Solo 它这个价钱是以 8910日币加9560的 它是不是要来了 3号车 我要去另外一邊耶 三類清修是我 根本是大爆線吧這個 又在那裡有點晃 然後有點吵 又是這個 快要累的要死 終於到了我的房間 等一下我超愛這個空間的 這個畫面太神奇了吧 先讓我人靜一下我先看一下 這邊可以接受什麼 再拍好了 好大家我準備好了一個一個介紹喔 剛剛我從這個門口進來嘛 拖那個鞋子的 空間非常小 但是可以放一個那個我的鞋子 還有那個一個拖鞋嘛 這邊就可以鎖門的 發現有插座的 大家看得出來嗎 那邊拖鞋 然後有三個樓梯在 然後我現在做的這個位置 這邊有一個杯子可以用 可是這個很像是那種 健康掉腳要尿尿的那種 沒事 然後呢我剛剛在想這個東西呢 沒有地方可以放的 那發現這邊 這應該是放行李的空間吧 好像我的這個小行李上的到時候的話呢 也可以放在這邊的了 看看這邊有衣架 可是呢我覺得很好笑的是 你看 這個距離 北門捷運到北門捷運的那種距離吧 這樣我可以掛衣服嗎 好像是剛好 也不是剛好吧 它已經touch到這個床上的耶 如果是大衣那種的話完全不行 這個jacket的話好像還可以了 從這邊的視角很棒耶 這個房間其實是個室裡面最便宜的 所以呢 大家看得出來吧 這個房間就是比較窄一點的 但是還可以啊 我的腳也是完全可以掀出來的 那這個左邊呢有小桌子 應該是我剛剛的便當或是零食都可以放在這邊的 那這邊有一個非常大的窗戶 雖然現在是晚上 所以沒辦法看到那些風景的 可是早上應該很美吧 還有拉鍊耶 喔喔喔喔喔 帥喔 這是可以完全這樣關起來的 你看這個弧度 喔喔喔 這是可以聽電台的 那你的那個耳機可以插入在這邊的 這邊有一個時鐘跟鬧鐘 哇 現在臨前一點喔 如果這樣操作的話 可以調這個鬧鐘的時間 這邊可以調整各種燈 喔喔 大家看得到這個嗎 哇 喔有有有有有 哇 我覺得這個風景很漂亮的耶 這個看一百分鐘有不會膩的那種 很喜歡耶 雪櫃那邊也有一個燈可以調的 不好意思 謝謝 哇 有點嚇到了 我以為很大現場的話 所以有人會超門的 可是剛剛那個是社長 欸 欸 然後來確認 我們有沒有真的有購買票 欸對耶 我剛剛都沒有把那個票加進去開設裡面的 所以呢 那個票是一定要有的喔 那個不要丟掉 不然你會被罵死吧 所以下面這個是 所以可以調空調的部分喔 是不是這個 這樣可以光封 然後 這樣就是有開封的 還可以調這個方向的 這還有睡衣耶 有點像做那種 浴衣的風格耶 好這邊有一個枕頭 是小小的枕頭啦 這應該是棉被吧 我不看看 完成了我今天睡的床 這個床其實比單人床還窄一點 好現在我人整個躺下來的樣子 是這樣子喔 這個是我剛剛看的 挖一套耶 這樣子放枕頭嘛 我身高是185 然後腳是完全剛好的 所以比我高的 可能190的人的話呢 腳完全沒辦法先出來的 你看 是真的剛好耶 說實話 已經很好玩 有點好玩到睡不著耶 這個深夜列車的好處就是 有床可以睡覺的 可是不想睡覺是怎樣 不好意思大家 失礼一下 因為要拍這種開箱高級列車系列呢 就是要花不少成本 所以在這邊想跟你們介紹這次影片的乾爹 Surfshark BPM 之前我在台灣想看日本的綜藝節目 或連續劇卻沒辦法 現在反而在日本想看台灣東西 卻沒辦法 是因為有地區限制 而且像這種列車裡用公共Wi-Fi 有被偷你手機個人資訊的風險 畢竟是很多人在使用一樣的網路嘛 這時候用Surfshark BPM的話 都可以解決 只要選好你想用哪個地區的網路 不管你在哪裡 任何地區的影片都可以看 而且也有無記錄檢測 所以不會追你的個人資訊 所以很安心的使用喔 然後只要買1個帳號 在無線的專機上可以使用 你的手機啊 電腦啊 家人的手機 家人的電腦都可以使用的 你先用看看 如果不喜歡也不用擔心 因為有31天推廣券次 最後這次也有 TOMI專須優惠號碼 TOMI TOMI 使用這號碼就獲得1.7折的優惠 訂閱2年方案 再免費送3個月的使用 影片資訊呢 有放詳細內容連結 所以有興趣的話 記得要去看喔 好 那麼我們回到 Sunlight列車裡面 好我發現了 3號跟10號會有這個 shawa card 竟然這邊可以洗澡的耶 一定要買這個卡片 但是兩台都賣完了 我今天沒辦法洗澡耶 怎麼辦耶 很快就賣完了耶 有人正在使用這個洗澡 羨慕了 然後洗澡旁邊就有這個自放機 所以飲料的話呢 在車上也是可以買的 3號車上很好耶 因為會有這種可以坐的位置 然後又有比較大的窗戶 這個房間其實隔音超好的 完全不會聽到別人的聲音的 而且其實列車的聲音 本來就有點大 所以這種講話的大小的話呢 完全沒有問題耶 我覺得這邊的缺點就是 這個高度真的不夠的 這不是因為我是大高人的 這應該是任何的人會撞到的那種 所以呢當然是沒有辦法站起來的 真的是for睡覺的這個空間 哦 哦 是這樣子 我剛剛看很多人呢 沒有任何的人有穿這個 這個是新手才會穿的嗎 我真的滿舒服的 就是有點你真的要準備睡覺 那種來到飯店的感覺 很像是便利商店洛松的店員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這個有沒有我在家裡的感覺 開趴開趴 我的便當有點亂七八糟的 今天我選了這個HIGHBALL 根本是大樹 不行啦 我還年輕 這個外面真的 有時候會有很多燈的地方的話呢 你看這種車這樣 哦很棒耶 欸我很會享受吧 當然要買這個 JAKARIKO零食啊 尤其可以這樣做 這邊可以靠你的背 然後頭也可以靠在這邊的話 就感覺很舒服啊 如果前面有一個電視 那就是完美的環境 這裡面有三個飯糰 架沙 玉子燒啊 香腸啊 還有炸雞 馬鈴薯沙 這是漢堡排 番茄義大利麵的 飯糰也有很多口味的哦 鮭魚還有梅子 這個是明太子的 這個列車通常都不會那麼換 可是有時候還是會有點這樣子 希望睡覺的時候不會有影響的 呵呵呵 應該現在就有點晃 假雞 嗯 嗯 明明就是一個7的便當 可是已經變成鐵路便當的那種fue 超棒的這個三桌 我推薦真的大家一定買一些東西吧 不然這個列車裡面 剛剛我看真的都沒有賣東西 然後這個列車呢 明天大概7點的時候到東京 我覺得早餐也是順便可以一起買的 我剛剛跟你介紹那個洗澡要卡片嘛 那個要另外付300塊 在這邊洗澡是真的競爭力太高了 我該要在大阪老家先洗澡 然後來到這邊的 可是好想用看看這邊的洗澡的感覺哦 而且我剛剛發現了外面會有那個洗衣台啊 或是就是洗手間嘛 這個當然有的 可是呢像牙刷都沒有的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這個是那種飯店類型的列車 牙刷啊或是基本的東西你自己都要帶的 好現在已經是零前兩點了 應該大家都睡著了吧 這邊就有一個洗手台 還有可以選冰的跟溫的 洗手錄就在這邊 這邊有一個火 吹風機的茶坨 欸對耶 這個吹風機也是自己要準備的 我剛剛車上都沒有看到的 這個列車裡面真的是有點大聲的 房間裡還比較安靜一點哦 這洗手間有點像跟新幹線一樣的哦 好我要準備睡覺了 然後呢睡前要刷牙 這個就可以做有點private的感覺 哦應該這個表示有人使用中這樣子的 就是洗手之後的毛巾啊 衛生紙啊什麼的都沒有了 刷牙完回到房間了 這個列車的好處真的是可以睡覺的 正這個先夜到早上的時間 那就是從早上工作啊或是去玩啊 觀光啊都可以的 那這個跟先夜巴士其實有點類似嘛 先夜驅發早上到 可是疲累的感覺完全不一樣的 然後同時這個是從大阪到東京 最晚可以出發的那個列車的 啊如果是新幹線那種的話 大概9點是最後一半車的 那Sunrise的話12點半哦 所以呢在這個大阪車站附近 吃飯啊然後喝酒 然後喝很多也是沒關係 因為12點半那大家我要晚安了 明天早上見 明天早上見 那我來 那我昨天結果大概睡了三個半小時吧 其實睡得蠻舒服的 我昨天睡覺的時候發現 原本就是這種椅子椅子的 這個好像跟一般列車的座位一樣的感覺 然後他們再鋪上這個系統 然後這個棉被也是 我給大家看一下 意外是move的那種 所以就是很保暖的 çarinku是不是 好像22樓也有 好像地下一樓也有 喔 純真她的 gracias 併在女み 1960年 - 天天干了 掰掰~~ 你看Dazua 我学会了 这一次都完全没有迷路了 你看这个就是东京车站 好那总结一下这次的Sunrise的感想 非常特别又有一个兴奋的冒险的感觉 因为总共价钱是一万八千左右 那台币来说四千台币嘛 比上次我开身的新幹線グリーン茶还便宜一点 那我就觉得会选这个 那要说缺点的话呢 除了那房间里面的东西之外的东西非常少 例如说牙刷或是小毛巾啊 那些amility的部分 大家真的不要期待 而且都没有微波炉啊 或是那个油沸鸡泡面啊 或是便当也是都没有办法加热的 好那么这一次的东京出差也是开始了 然后去发去这个东京大队会的 然后去发去这个东京大队会的 by bwd6